美國喬治亞州一名二十五歲的非裔男子 阿貝瑞 去年外出慢跑的時候 遭到三名白人追趕 槍擊喪命 這起案件12位陪審團成員中 有十一名白人 一度讓受害者親屬不安 判決結果二十四號宣布 他們被指控謀殺罪 嚴重傷害罪 還有企圖非法拘禁跟實施重罪 將會面臨最低終身監禁的刑法 聽到法院內陪審團的判決 外投阿貝瑞的親友與支持者激動歡呼 還有人相擁而泣 事發在二零二零年二月 一名二十五歲非裔男子阿貝瑞 慢跑時遭三名白人男子 槍殺 不過案發現場的影片 直到五月才在網路上流傳 並引發輿論風暴和大規模示威 整起案件二十四號宣判 三人被指控謀殺 嚴重傷害 仇恨犯罪 企圖非法拘禁等重罪 將面臨至少終身監禁的刑期 三名被告分別是六十五歲退休警察格蕾 他的三十五歲兒子崔維斯 以及他們的鄰居五十二歲的布萊恩 不過日前陪審團臨選時 十二名成員中有多達十一名白人 一度引發種族疑慮 與阿貝瑞親屬不安 針對判決結果 被告辯護律師表示將會提起上訴 上週基諾莎少年持槍殺人 禍判無罪 使得美國社會最近再度聚焦種族議題 本案判決結果宣判後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 只判決表明美國的司法系統履行的抉擇 但這樣還不夠 公視新聞政委任編譯